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发现 如果哪天你是灭了某个东西或者宠物成精了 可以讲的话你会怎么样 好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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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东西 某个东西或者宠物成精 某个东西或者宠物成精 不要随便指吐吐的口 你咋回事 哎呦 这个很适合你 如果你们叫刀 对这个话题很适合 如果哪天你身边的某个动物或者宠物成精的想法 先把他骂一顿 指着鼻子骂那种 骂了他羞愧 嗯 说他不知连起 作为一只猫 你怎么能这样 我还有 来吧 从谁开始 从我开始 从你开始 就快了 那个如果哪天 咚咚成精了的话 其实咚咚已经成精了 就根本就没有哪天成精 这哪分天呢 就现在就已经是成精的状态了 哎 你知道吗 今天小钱跟我说 说 咚咚 胖胖和纳豆 三个人 三个人 有三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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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精了呀 成人了呀 三个猫 每个人的有 非常明确的人设 就每个猫都有非常明确的猫设 我想知道胖胖是什么 胖胖是奶爸 奶 它带那个痘迪容 带的特别好 然后 咚咚 是好色 请问他好色 是展现在哪方面呢 哎呦 我的天 不是 对 对猫好色 还对人好色 它对猫好色 你知道吧 为什么对猫好色 你们知道吗 就是有一阵 就是那时候吧 我们就Q米来了嘛 哎呦天我看这小猫太可爱了 就是我就把Q米接到我们房间了 然后呢 他呢 弄得好像一本正经 爱理不理的 老是这样看一下 然后就走了 然后要不就是 人家在这玩的时候呢 他就默默趴在那儿 结果没过两天 头吐了 思念是一种病啊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表面风平浪静的 其实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 然后呢 结果呢 过两天头吐了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最近老看这样 闹闹闹闹闹闹 然后我就想着 我说不会是就是长那个冒险了吧 我一拔开 我的天哪是冒险啊 整个一会大白肉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去断案嘛 到底去了那么多医院 那个医生你知道吗 有多不靠谱 他当着我们面翻 猫咪临床手 临床 手侧 在那翻这个病症 结果猫咪临床都没有这个病症 没有秃头这病 后来就侧你知道吧 右侧各种什么 这个检测 那个检测这个检测 最后测出来是雄性荷尔蒙过高 你又卖了 你又卖了 所以我就说这端端已经成精了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精的路上 你觉得他如果可以讲话 会对你第一句话说什么 对 妈 妈 我要找女的 牛 你觉得呢 我团团圆圆成精的话应该也是 团团圆成精的话我也是跟他对骂吧 对骂 嗯 为什么 就我经常跟团团对骂 就团团吧 他老是不理我 然后我就骂他 然后他还是不理我 然后我还骂他 然后他就打我 然后我就骂他 然后他还打我 对 而且你家 你家团团其实也是有属性的 啥呀 你绝对不知道 好哥哥 嗯 那确实是 他对 我跟你说有一天 武哲出通告 结果呢 他那个房间 他那个圆圆 自己玩猫 那个什么猫棒 给你们说那种 就是有弹簧神 那种斗猫棒 千万别用 对 别用 就是因为思思突然间给我发微信 说不对头了 说隔壁武哲家圆圆在那种狂叫 就是啊 就这样叫 就非人类 不是非猫类的这样叫了 然后结果我们一冲 原来她是被那个猫绳缠着腿 都不过血了 对 缠着腿 然后结果呢 我们就 因为圆圆特别暴躁 哇 就这样抓来 我就在天上飞 对 是吧 就在天上飞 你根本看不着她 你知道吧 然后呢我就穿着羽绒服 你知道把手都藏起来 我就想给她解开 然后团团就这样 然后他们就这样摁着她 然后团团就这样 然后康齿给了我一口 虽然是咬在羽绒服上 但是她就以为 我要把圆圆怎么样了呢 她气得不行了 她就吓唬她问你 她也不敢真咬 你敢动我妹 然后她咬 对 就虚张绅士 来 哇 你没有 你没有宠物 人家说了 有某个东西 有某个东西 如果我的外星人沉浸了的话 嘿嘿嘿嘿 我就会每天说 亲爱的你觉得那什么地方不开心啊 什么想要吃什么啊 她说你别玩我了 来给你打一阵 不玩了不玩了 可能她会说 哎我们来玩点好玩的吧 好吧 你呢 我的话 如果我家的狗沉浸的话 因为她有糖尿病嘛 已经成型了 她已经是成型了 那如果她就是可以说话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开口只会对我说我要吃 就吃一口 对 再只吃最后一口 因为她就是因为吃 得了糖尿病 吃糖吃太多吗 对不是吃糖 就是吃太好了 营养太好了 营养 胃病 我觉得如果我是雨莹家的狗 我会非常难过 为什么 因为雨莹总是跟我说 等她家的狗圆寂了 她要买条新狗 别说这句 小心被我家狗知道了 她回去又要咬了 对 又难过死了 圆圆 那个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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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说她说她要养个拉不拉多 因为我昨天半夜的时候 突然打开了我的iPad 看了一个导盲犬小Q 我从她刚开始的两分钟看 我就开始哭 哭到她结束 结束之后 我还是不能自拔 还在哭 哭了两个小时 今天早上起来眼睛都肿了 我就感觉就是 就肿成这样了 对 然后就 很想养一只拉不拉多 我觉得狗是很能亲近人类的 很喜欢 对 很可爱 我的话呢 就是除了跟胖胖说点话 就是如果就是我们房间 我们房间就是前段时间的那只文字能说话的话 能听懂人话的话 我就想跟他说 别再咬我了 咬小钱吧 对 因为真的很 就是咬我的文字真的很少 我是非常非常不招文字咬的那个 真的吗 那类学型 对 但是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文字就一直喜欢咬我 然后就觉得很难受 因为你的血很甜 因为我人也很甜 然后想跟胖胖说什么 就是我觉得胖胖就是想跟大家说点肺腑的吧 就是从你两岁的时候开始 两岁等于是人类的十四岁 到现在的这个现在多大 五十多了 六乘以四十二岁 从当初的小侄子到现在的大叔 胖大叔 你知道吗 小钱现在跟就是胖胖 我们在小钱五玩的时候 你知道他跟胖胖怎么对话吗 快去找你侄女们玩一会儿去 一开始都说是阿姨什么 找你徐姨玩一下 那个孙姨玩一下 现在都是找你孙妹孙侄女玩一下 对 然后就特别感谢胖胖在这么长时间的 就是这么多年的陪伴 对 因为其实宠物的一生 就是他对于你来说他这个时间很短 但是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所以我就特别想跟胖胖道谢吧 我觉得 说到我的话 我好像没有养什么宠物 就是 但是我以前养过一只狗 然后它那个狗呢 是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 别人送给我的 还有这种好事 就他很小 然后完了之后 他就 我就觉得他很可爱嘛 然后我在旁边看他 然后完了之后 那个主人就跟我说 你要吗 要你就赶紧拿走吧 我当时我心里 我那天也遇到一只 遇到一只萨摩 然后他说你要吗 要你就迁走 我说我养不下 等我买房子 他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然后他要送给我 然后我就觉得 看着挺可爱的 他干嘛要送给我 然后他跟我说 他们家里有一条狗 就那他们家里的狗 就很挑食 就平常给他什么狗粮 狗罐头 他都不吃狗零食 然后就那个小流浪狗 他也是捡的 他把他捡到家里的时候 那狗什么都吃 什么都抢 而且就是还生气 就有时候可能会 偷偷去咬他什么的 就觉得 如果就把那个小狗 带到家里养的话 可能那个大狗会欺负他 就自己家里的狗会欺负他 就觉得 就给他找个新的主人 然后就给我了 但给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 有点不对 怎么了 就是 如果他能开口说的 第一句话 他冲进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 史真好吃 不是 因为他真的 他很小 然后完了之后 他就刀出来 拉完之后 一下就 拦都拦不住 真的他真的拦都拦不住 就对我感觉 我就扯他 他都扯不了 就拉了一吐 还冒着认恶气 是吧 这可能就是他对你的感恩 就是感谢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上网去搜这个现象 结果有一个反应给出来 就说是 因为他每次乱拉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去教育他 就说不要在这里拉 怎么就可能会比较大声 他会觉得 自己拉在这里是不对的 自己不应该拉屎 然后自己会拉完之后 我就偷了把他给吃掉 啊 是这样吗 哦 不惨 那这个狗现在还在你家吗 嗯 不在 他就是 他 哎 照顾不好 他吃完之后 他还要去舔你 就是 真的 哦 你知道最绝望的是什么吗 他第一句话应该是一起啊 不是 最绝望的不是这个事情 最绝望的是什么 就当时我检查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 然后把它放家里养 然后我高中是学美术的 就放寒暑假 要画很多很多张画 然后完了之后画了就很脏 我就把它放地上放地上 结果我中午去吃了个午饭 等我再进门的时候 我都惊了 我就 我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抓起他 我就适宜的 那怎么然后就把你的画吃掉了 对 全咬了 他全咬了 那你不是该吗 你放地上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溜进去了 我把门关上了 然后完了之后他躲那个沙发底下 那你把作业给他吃啊 然后完了之后 应该把钱给他吃 对 我就让他出来 就平常他就是 你哄他什么他出来 这个时候他怎么都不出来了 真的怎么哄他都不出来 然后那一瞬间我真的是觉得 我说妈 我要把它丢掉 就我妈妈平常就说 把它丢了丢了太脏了 然后我说我要把它丢掉 我妈说 你今天怎么这么自觉 然后完了之后 我冷静下来之后 我又说 因为我当时自己还要上学嘛 你一个动物到底曾经在哪了 他知道 我做不完我的寒假作业 所以他把我消灭掉了 对 所以他如果跟我说的另一句话 我估计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 对快谢谢我 哎呦 对 齐刷刷 我不相信动物会沉津 真的 我不回答 但你是没见到 除了东东 我不想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动物真的会沉津的话 请来找我 我也给你开一个乡亲动物类 就是沉津类乡亲节目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就是蜘蛛精 可以找蜘蛛侠 就是之类的 可以配对 蜘蛛侠第一个拒绝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节目 如果真的沉津 这个节目一定会大火 谁不想看人和药的结合 但是 但是吧 你在我们这没有机会了 你看装 没有那个 对 你看胖 也没有 那也可以精神 胖的团 也没有 我们两个上次不是救了一只小壁虎吗 如果真的可以沉津 它就是一个壁虎精 希望它来找找我 我们那天救了一个壁虎 而且就在这舞台上 一个壁虎爬上来了 就这么一点 真的 就说明我们这剧场 生态环境有多好 连壁虎都有 好的好的 时代欢迎师弟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 爱护小动物们 那接下来请欣赏 接下来的表演吧 谢谢大家